生物的成分 只不过是天然的生物的成分而已 所以它喝完喝下去之后 尤其油性大的 我们所说的饱和脂肪酸 它能够结合得非常紧密 结合之后就抑制你吸收 抑制吸收之后就增加排泄 所以大家试想一想 如果你喝了清洁剂 能不能够刮油 这就是我们从常所说的 刮油的最基本的道理 所以由此也得出一个正常 或者说一个科学的 一个推荐的一个喝的方法 就是如果想要刮油 让少吸收 就要边吃饭边喝普洱茶 熟茶 因为你如果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 再去刮油再去喝 人已经吸收了 效果就十分的差 我们做一个实验非常有趣 就是把三组老鼠 一组是正常的老鼠 一组老鼠让它吃高油脂的食物 就是喝了这个给它这个定量 这个给它喝了普洱茶之后 熟茶之后呢 正常的没有什么变化 就说明它对正常没有影响 而喝了高脂这个之后 体重增加 血脂增高 血糖增高 而喝了普洱茶这组老鼠呢 就是排泄脂肪和胆固醇的量 大量增加 这就说明被抑制吸收 增加了排泄 所以就是我刚才说的 为什么要边吃饭边喝 如果你吸收之后 你再喝茶它这个没有抑制你的吸收 所以呢就减肥效果 我觉得你们做科学家是好伟大呀 我都能想象你们 把那个老鼠拿开来之后 留下一堆黄金般的粪便 然后呢 还慢慢剥离 看它到底有多少油的那种情景 所以这叫臭病很有趣 臭病很有趣 这很了不起 很伟大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事情说明普洱茶呢 它的确是有这种寡油的能力 我听说哈 普洱茶在发酵的嘛 发堆的嘛 由于现在很多人呢 要自然发酵 发酵五年十年 时间是很贵的一个成本 所以呢 很多人呢 在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用各种的强力手段 合法不合法的 良心不良心的手段呢 加强了这个发酵 所以呢 就好像感觉到 新茶一年之后呢 就发酵从来 好像十年效果了 但是呢 据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出现了很多的霉菌 其实现在市面上充其了很多 这样带有霉菌的普洱茶 据你所知 会是这样吗 这个在台湾2003年到04年 台湾的很多民众就有过这种疑问 因为看到这种发酵的样子 看到这种颜色 对一般的食品来说呢 有一些疑虑 所以呢 就委托了台湾大学的一个教师 露西的教授做过一个实验 他这个做了什么实验呢 他把正常发酵的和故意加了霉菌的 以及呢 经过这个杀菌之后 这三种做了个对比 结果非常有趣的是 正常发酵的里面这个普洱 这个普洱茶呢 没有任何这个有害的这个微生物 而这个加了霉菌的 比如说黄曲霉菌 加了霉菌的这种普洱茶呢 经过正常发酵之后 黄曲霉菌也不存在了 也不存在了 这就说明这个微生物在生长的功能当中 一方面是茶 里面有效的成分可以抑制 黄曲霉菌的生长 另一些就是有益的微生物 大量繁殖之后也相应的抑制了 竞争性的抑制了黄曲霉菌的发展 所以呢 就也没有发现黄曲霉菌 还有一组呢 刚才说 把它所有的细菌都杀掉 再加入黄曲霉菌的 结果非常有趣的是 即使是这样加进去 把其他竞争性的微生物都杀掉 结果黄曲霉菌有 但也符合微生标准 这说明什么呢 这三个实验说明了 茶里有抑制 有害微生物繁殖的能力 这个非常有 这是科学的一个数据 任何东西都可以产生 有害的微生物 土耳茶 绿茶和红茶都不例外 只不过是非常遗产 不安全 不为生的情况 这种情况产生于什么呢 就是二次污染 我们叫 比如说这里边 在仓储的过程当中 剥米 或者是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 这个花生 还有一些 这个马铃薯 这些东西往往 它本身非常容易繁殖 繁殖这个 微生物 有害 尤其这个黄曲霉菌 你想为什么 不建议长牙的土豆 长牙的苞米 和长牙的花生米 绝不允许吃呢 因为 它们这三种成分 特别容易产生黄曲霉菌 所以印度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到底这个印度的实验是什么呢 对不起 稍息休息 马上继续回来 重新发现 中国文化碳美智国学堂 天黑一 提高生命质量 大家好 欢迎收看 由天使力冠名播出的国学堂 我是梁东梁某人 今天我们讲的话题 是跟茶 尤其是普洱茶有关 请来的是茶文化专家 也是云南农业大学校长 盛军老师 盛老师你好 刚才在上一部分的时候 盛老师跟我讲的一个话题 被打断了 就讲到说 最好呢 要避免黄曲霉素的 这种蔓延这个食品 然后呢 就讲到说 在印度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到底什么实验呢 广告上来了 继续 美国人写了一本书 一个科学家 他在印度做过一个调查 他在医院调查时 发现了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 得肝癌的这些小孩 都是富人家的子弟 而穷人家的孩子 恰恰很少得肝癌 他非常奇怪这个结果 结果呢 他就进一步调查 他发现这些富人家的孩子呢 往往多月吃这个花生酱 这个花生酱呢 后来这一步深入调查 发现呢 做花生酱的这些花生呢 基本上都是不好的花生 比如长了眉的 或者是长了牙的 然后呢 把它这个搅完之后 或者作为经过一定处理 如果处理不完全呢 可能就会残留这些黄曲霉菌 有黄曲霉素 有毒的黄曲霉素 所以由于这些孩子买得起花生酱 所以他吃了花生酱之后 就导致了这种肝癌的出现 这个非常有趣 那会不会反过来想一个事情 我们肚子里面吃了很多的花生 很多的面包 再喝点普洱茶 多少会有点好处呢 这个结论是肯定的 是吧 确实是肯定的 所以在这个 我们做的实验当中 也发现 你像这个 很多茶都有 抑制细菌增长的作用 比如说胃癌的 或胃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是80%的情况下 是油门螺旋杆菌 在这个肠道里寄生 寄生之后 产生了这个病变 导致了胃炎和这个胃癌 但是呢 恰恰这个很多茶类 尤其这个发酵的茶类 对这个油门螺旋杆菌 有很强的意志作用 哦真的吗 是 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特征 这个特征 它的背后是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的 肝的问题 肺的问题 胃的问题 非常普遍 大个肠子的问题 是吧 中国古代人都是喝茶的 但是现在流传 市场上流传有说 重金属很严重 农产很严重 导致茶已经不是 你所想象的好茶了 其实比如说 像我们很多水果 大家为什么强调要洗 不吃皮 实际那个皮 恰恰很有营养 为什么不敢吃 就因为大家担心农产 担心重金属 是不是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就茶 论茶来说呢 我们做的实验表明呢 熟茶经过发酵之后呢 它这个里边 重金属和农产是零 检测不出来 是因为微生物 在这个降解的功能当中呢 把这个重金属和农产呢 它给吃掉了 吃掉之后呢 它就变成对你我有毒的 对这个有些微生物来说 它是营养 是因为这种状况 我实际上是上路阻碍的 是根本 你